看看新闻网 对于一名舞者来说 一个动作的失败 可能将会影响他以后每一次的发挥 甚至有可能永远都无法再顺利地完成这个动作 接下来 他究竟还敢不敢跳出这个动作 还能不能完成它来到这里的夙愿 四位董事好 我是来自东北吉林省吉林市的 我叫曹鸟 今天31岁 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自编的舞蹈 音乐起 梁慢慢流 慢慢熟 慢慢变成了朋友 寂寂寞的夜 独自成熟 爱 不能求 不能够 不能太容易拥有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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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感觉 慢慢 慢慢 我被抚恶 你很难 怕我憔悴 没有 一切切安慰 慢慢 慢慢 心变足够 慢慢 慢慢 心变足够 慢慢 慢慢 我被曲折 你和人缘 都要死 让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你就是上一次打了封闭没有上来的 现在腿还有问题吗 今天早上刚刚打过 刚打完其实挺舒服的 现在要接着已经过了 谢谢你 你现在什么职业 在文化局上班 干嘛的 在办公室改了 现在就改了 其实我觉得你的魅力在哪 其实你站在这说话好像很频繁了 但你跳起舞来的时候真的很有魅力 不要把你有魅力的东西扔掉 每个人都有一个宝剑对吧 但是你把这个宝贝扔掉 那你就显得很频繁了 我是这么认为 我感觉这音乐很难受 为什么用这音乐呢 我说实话就是 不是因为这个歌词而喜欢这个音乐 而且 这里的歌词 还有变得舞蹈 我就是想对一个我爱的人 对他说对不起 我想挽回他 就说什么了 我骗过的一件事情 什么能讲吗 可以 就是 就是 我有一场婚姻 但是我没有跟他说 你有老婆 你最 也不是 不是小三儿 就是离婚了也没有跟他说 其实想跟他说了 就是 当然也要想跟他说 也透漏过 但是 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 跟我说 无所谓 但是认识那我三个月了之后 想跟他说 他说我肯定会离开你 当时就很简单的就想 不管跟他说了 就怕他离开 现在 离开了 两个都没了 两个都没了 你还 你想他回来吗 想 如果他现在结婚了呢 结婚了的话 就是 说白了 我肯定不会去破坏他的家庭 但是 如果他离婚 我不会嫌疑这个东西 小春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 你这次是来票所调给女朋友看 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 我想看到你成功 真爱你 因为以前堕落过嘛 所以说 我告诉他我能成功 堕落什么呢 堕落 堕落 怎么堕落法 就是堵过博 堵博啊 两年都在堵博 堵到多少钱了 四十几万吧 四五十万 这些钱是你自己挣来的 自己扔的 靠跳舞 靠交跳舞 对 就堵出去了 对 我要是你把我打死你 我害死你 你爸妈怎么说的呀 我 其实挺伤心的 因为 当然了一个男孩子跳舞 能挣这么多钱多不容易啊 你就给堵出去了 还好你醒来 我觉得 现在他站在这里的话 会引导很多一些年轻人 赌博的后果是这样子 人还是会自救的 我感觉他找到一样自救的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 嗯 选跳舞 任赌博 任掉堕落 选择舞蹈 才是你的未来 真的是给我机会好 我能用舞蹈再找回自己人生 那我们表决吧 小春老师 堕落完也可以站起来 爱 真的是用心去爱出来的 给你表 谢谢老师 你被生活伞了几个耳光 我就太难得了 如果这个耳光能把你打醒了 又把你打回到舞蹈的这个舞台上来 你还算是幸运 让舞蹈给你个新的状态 好好孝敬你妈妈 一定 希望你女朋友看到你的成功来找你 我这票给你 谢谢 欢迎你回到舞台上 受伤归来的长鸟 获得了导师的认可 希望她能在武林争霸 收获成功 并能找回失落的爱情